老公,快帮我则下菜,我还要洗衣服打扫卫生,不然一会做饭就迟了。 哎,这时间过得真快,我感觉都没干什么活,就快到饭点了。 哦,好的老婆,你放着吧,我马上来。 别去,你好不容易有个礼拜天,就好好地给我坐着休息,这些活本来就是他干的。 而媳妇,你也真是的,你是不是看着我儿子坐着很不爽,就几分的事情还要叫我儿子坐,让他好好休息下不行吗? 行吧,那等会我自己搞,不麻烦你们了,但你们别又说吃饭太迟了。 儿子,你听听你老婆这说的什么话,她一个全职主妇,还要让你一个上班的人干活,自己干活也没有一个规划,知道忙不过来,就不能早点起来干。 平时我儿子不在家,你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干,是不是今天我儿子在家,你就故意这样慢吞吞地把所有活积在一起,让我们看看你有多忙是不是? 婆婆,我只是让她得一下菜,很累吗?这是举手之劳的事,你有必要这样吗?就这么小的一件事,到你这里就好像是天大的事一样。 谁规定家务必须让我一个人做的?我不上班是为了什么?还不是让她能安心上班,以前我也上班的,是你不让我去上班,说要做家务带孩子,你以为我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很舒服吗? 自从我辞职后,我就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转,一天到晚没有个休息时候,家务做完了还要带孩子,你看着我这么忙也不搭把手。 干家务累,孩子可以帮忙带一下吧?一家人在一起不就是互帮互助吗?谁有空做一下有什么的?非要我一个人做吗? 我六点钟就起来了,出去买菜,你还说我期望了?我知道李浩上班也辛苦,可是谁不辛苦呢?就你一天到晚的最闲了,不是坐着看电视,就是跳广场舞,啥都不帮我,再说我也没有让你做吧。 凭什么要我做?即使你叫我,我也不会去做,哪有儿媳妇指使婆婆干的?再说,这些本来就是你应该干的事。小浩,你别搭理她,看你的电视去。 儿子一贯很听从母亲的话,小云没办法只好自己做,为了稀释宁人,她就把气憋在心里。 两天后,老公,你下班了吗?回来的时候,顺便帮我拿个快递,就在咱们小区对面那个家庆商店,再带瓶酱油回来。 你是可真多,那么近,自己不会去哪儿呀?就知道差事别人,我儿子本来上了一天班,就够累的了,你还让他干着干嘛的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,儿子,你别听他的,下班了直接就回来。 好的,妈,我知道了。 你可真听话啊,我又没有让你大老远的去哪儿,你妈说什么就是什么,你娶老婆到底干嘛的?还有你婆婆,你怎么什么都要管?你儿子下班回来要经过大理的,这不是顺手的事吗?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跑一趟?这能累着你儿子,还是能让他少几斤肉啊? 我就是见不得你使唤我儿子,你自己下去哪也累不死你吧?你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吗?你这坏习惯要改改,我儿子挣钱那么辛苦,你在家就做点家务,还要我儿子和你一起扛着做,真不知道要你这样的儿媳妇干嘛用? 你老是口口声声说你儿子上班多累,好像我没有上过班一样,要是你帮我带孩子,我也可以出去上班。你以为我很喜欢在家吗?以为在家很轻松吗?每天买菜做饭, 打扫卫生,收拾房间,洗衣服带孩子,哪样不是我做的?你有动过手吗?你自己不做也算了,还不要你儿子帮我做?整天对我大呼小叫的,嫌弃这嫌弃呢,你把我当什么了?难道你儿子娶了我就是让你们这样欺负的?你除了指责我,还能干什么?就算是保姆,他也有休息时间,我连保姆都不如,保姆还有工资,我有吗?累死累活在家做家务,还说我在家舒服享受? 像你这种蛮横无礼的老太婆,我看没有一个人愿意来给你当保姆,估计给一万也不会干。 你这说的什么话?我哪里蛮横无礼了?要是你出钱,我保证马上就去找个保姆来。你是做儿媳妇的,居然和我谈工资。 说出去也不怕被人戳几两股,你和我儿子就是丰功合作的,男主外女主内,所以家里的事你不要总是去麻烦我儿子。 家务不是我一个人的,你懂不懂?要不要你儿子在家,我出去上班,我也会挣钱,以前我比你儿子挣的还要多呢。 这个家只有你是最清闲的,整天除了嚼舌根就没别的了。 你儿子又是个妈宝男,什么都听你的,我觉得这日子过得好嘞。 早知道你是这种家庭,打死我都不会嫁给你儿子。 刚结婚没孩子,我也能挣钱,那时还可以马马虎虎过日子,可自从有了孩子,矛盾就多了。 你一直什么事都不管,还喜欢指手画脚,很多次我和李浩闹矛盾都是因你而起。 你喜欢颠倒黑白,有时候你孙女哭了,你还在那玩手机,我让你哄下,你当没听见,结果不小心从床上滚下来,额头上一个大包。 等你儿子回来,你还添油加醋说我的不是,你儿子二话不说,就是对我一顿嘛。 这样的是太多太多了,要不是为了孩子,我早就和你儿子离婚了。 小云说完就不再搭理婆婆,转身回房间照顾孩子去了,到了晚上。 小云,都几点了,怎么还没做饭啊? 我肚子都咕咕叫了,平时这个点饮饭早就做好了,今天怎么回事? 你故意的吧,是不是没收拾你皮痒痒了? 你没看我忙着吗?我刚买菜回来,现在准备做,你要是饿了就忍着。 不一会,小云端来了两碗饭,两个菜,自顾自就坐下吃了起来。 你怎么自己先吃了?我儿子都还没回来,真是没教养,还有你怎么只成了两碗饭? 一碗是我的,一碗是你儿子的,至于你吗? 没了,我晚上就做了两碗饭,你要是想吃就自己去做,不想做就吃你儿子的,这样你儿子回来就没得吃了。 你什么意思?你怎么能这样?你这是虐待老人,我可以去告你。 平平时看你挺老实的,没想到心眼这么坏,明明三个人,你去做两个人的饭,我难道不是人吗? 我可没说你不是人,你自己没手没脚吗?饿了你自己可以动手,不是你说的吗?自己的是自己做,不要去麻烦别人,所以你自己要吃饭就自己动手去做。 从今晚后,你自己买菜做饭,洗衣服,自己的房间自己打扫,电费水费平摊。 什么?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,这可是我儿子家,你管得着吗?别说是我了,就是你用的也是我儿子的钱,我凭什么掏钱,你这是想分家吗? 不是我想分家,我这是听你的话呢,你不是一直在说自己的是自己做吗?既然这样,那以后我们三个全个做个的,怎么样?至于钱,你可以先欠着,或者让你儿子给我也行。 你真是气死我了,信不信我告诉小浩,让他休了你,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的,这个家还由不得你做主,赶紧给我做饭去,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。 老太婆,你以为我怕你啊?以前我念你是长辈,是李浩他妈,从今天开始我不忍让了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现在出去照样能找到工作,并且不会比你儿子差。如果这一次你儿子还是听从你,那我和他的日子也到头了,我会马上和他离婚,然后带着孩子远离你们。 老太婆见吓唬不住儿媳妇,顿时没辙了,要是真的离婚,那估计儿子怕是找不到像小云这样贤惠的老婆了,而且又要花费一大笔彩礼,她立马软了下来。 好了,儿媳妇,都是我的错,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了,你别生气,你们可千万不能离婚了,我孙女还这么小。 婆婆,你真的错了吗?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,要是你以后还是那样对我,那就别怪我了,到时候你真的只能和你儿子一起过日子了。 我再说一遍,机会就给你一次,你自己好好考虑。 儿媳妇,我真的错了,以后你就看我的我的行动吧,我一定会对你好的,也会帮你做家务,孩子我也会带,你放心吧。 就这样,婆婆改正了错误,儿子因为没有婆婆的挑唆,也变得听老婆的话了,一家人总算和和美美的过起了日子。